五合第六 凡屈和被凡既有适合 话转还主各有形式 凡复相求因适为至 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鉴 立身遇事师教扬生明明也 必因事物之慧观天时之仪 因之所多所少 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 是无常规是无常诗 圣人无常语无不语 无所听无不听 常于是而何于计谋与之为主 何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中 必有凡五 反于此五于彼 五于此板于彼 其数也 用之于天下 比量天下而与之 用之于国 比量国而与之 用之于家 比量家而与之 用之于身 比量身才能气势而与之 大小进退 其用一也 必先谋律既定 而后行之以非前之术 古之善非向者 乃携四海 宝诸侯 五合之地 而化转之 然后求和 古一吟 五旧汤 五旧节 而不能有所明 然后何于汤 吕上三旧文王 三入阴 而不能有所明 然后何于文王 此之天命之前 故归之不已也 非至圣达傲 不能遇事 非劳心苦思 不能原事 不悉心见情 不能成名 才智不惠 不能用兵 忠实无真 不能知人 故五合之道 己必自夺才能智瑞 两长短远近 孰不如 乃可以进 乃可以退 乃可以纵 乃可以横